上周明珍的柯南林的执行人在那地上映 在日本拿下了80多亿票房 成功破纪录 而在国内却口碑极地 豆瓣评分不足6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简单聊一聊 安石头究竟好不好看 是柯南最新剧场版 究竟好不好看 林的执行人主要讲述了 东京召开首脑峰会期间 峰会会上发生大规模爆炸 中路线索将毛利小五郎锁定为嫌疑对象 同时暗中掌控全国公安警察的 斯亚鲁成员安石头 也被卷入其中 于是死神小学生联合警戒车神 安住牛顿棺材 摔掉地球引力 拯救全世界的故事 相比前几波 新剧场版在剧情上还是比较抓人的 从会场爆炸 小五郎被抓 到东京遭到网络攻击 电子的产品全部瘫痪 到最后的太空探测器失控 情节反转虽然老套 但环环相扣 密集有让人看下去的欲望 围绕着警示厅 公安 检察厅 等各大司法系统 警察 公安 检察官 律师 协助人 轮番登场 还不断引设着司法诉讼程序阵 供检发腐败的现实问题 同时啊 零的执行人紧跟时代 控制和破坏电子产品的作案手法 很容易让人想起游戏看闷狗的设定 这些都是新剧场版值得肯定的部分 而另一方面 前几波存在的槽点 到了这一步啊 果不竟然毫不意外的 出现了 看那儿 直接从宇宙飞来的卫星 正向我们迎面撞来 警察们束手无策 日本人民水深火热 这 这难道就是剧场版要完结的味道 而唯一能解决这一切的 是外表看似小学生 头脑却 也是小学生的 原态 不美 光严 直接三人 按照博士指挥 加十无人机 再者炸药包 他们 直接就把卫星给炸废了 嗯 嗯 好吧 下面让我们把镜头 接到安石头 为了阻止反派 安石头必须通过这条大堵车的大桥 和这里油轨电车擦身而过 开车攀上这幢废弃的大楼 接住柯南再跳到另外一幢大楼里 办不到 普通人 根本办不到 但是安石头 他不是普通人 我 我的 恋人 是 这个国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好吧 这次我们柯南做的事情就比较简单了 他不过是从车子里跳出来 然后用足球 把微星踢爆了阿姨 总的来说 林的执行人是一部很接地气的剧场版 有现代犯罪的推理和悬疑 有对日本警戒解读的影射 有好莱坞大场面动作戏 还有安视透 几乎满足了所有观众的口味 从本格推理风格转备为如今的好莱坞动作大片 虽然从票房来看 这样的改变是成功的 他未必有多经典 但至少能让人看得下去 而对国内观众而言 这部林的执行人可能并非是我们想看到的名侦男柯南 在看完后 我总是在想 如今已经长大的我们 是为了什么 会专门跑去电影院看柯南 哪怕每年都会吐槽 可每年都忍不住想去看 后来我想明白了 我们只是在怀念小时候曾经看柯南的日子 只要有一段熟悉的BGM想起 由少年侦探他和阿丽博士的迷奇 由新一和小兰的八堂感情戏 用那句熟悉的 其他的就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我十分确定 不管柯南变得怎么样 下一次我还是会再去看 毕竟啊 下一次又记得 我是楼君 喜欢我你就转发我 有话说你就评论我 都不干你就点个赞 我说我还是会再来看 我说你还会再来看 我说你还会再来看 我说你还会再来看